hello大家好我是美股热火熊 我们继续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操作 因为昨天特斯拉是和比亚迪达成了一个 供应电池的一个协议 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利好的消息吧 同时我们看一下五分钟这个图 这个图的一个结构走势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好的看整这样一个信号 同时昨天开盘它开始快速的往上拉上 等正哥走完的时候可以去追多的一个操作 那么大概的目标位呢 我判断就是说在前方这里的时候 就是743左右的时候 前方目标位到达的话 如果他还继续往上走 可以稍微拿一下 一般来说到这样前方的目标位就可以走了 毕竟是现在特斯拉它的一个趋势呢 还是属于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地方 就是一波下来 然后继续的想测试底下这个位置 如果测试成功那么就会往上去走 目前来看初步它是在这样的点位它站住了 看这个平台啊 就是说是暂时没有跌破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前提 在五分钟里面 它突破上去之后 始终是被这个上方的一个调控缺口有一个压制 最后它经历了有大概 二三四五七八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然后始终没有突破上面一个地方 然后选择了往下 也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样的顶部出现了 顶部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个不怕怎么样 它的一个高点或者说低点都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这样一个区间 那么如果说按做日内这样一波上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圆满的离场 这一波离场之后 到后面的话 我就持续也是在等机会 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太好的一个稳定的机会 所以说就只能放弃了 一般来说做日内的话 开盘 一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时机 再有就是如果到 中午十点半以后 如果会砸出来一个比较狠的 这样的一个V字形的 形成这种顶部的话 也是一个 做单的一个时机 但是 昨天晚上的话 特斯拉并没有形成那样砸得特别狠的那种 深温型的一个操作出来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只能做前面的这样一波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你像特斯拉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日内的一个标准 而且波动又特别大 普遍是在10到20左右的一个这样查假 比如说这边通常是724上车 然后这边是745左右 然后走 扣掉手续费的话 这样的一个操作也还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说针对特斯拉会持续性的保持一个关注 然后这样的话 前后的一个节奏它是比较连贯的 因为我个人而言是不太 建议操作太多的股票 然后去做一个日内交易 因为每个股票的话 它有自己的一个属性 它的走法也是不太一样的 持续跟踪一只股票的话 它前后的一个逻辑判断 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趋势走势都能很好的把握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连贯的操作 而且成功率比较高 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说一下特斯拉的这样的一种 日内的一个操作方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多多点赞订阅转发